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虽然已经入秋了 但是炎热还是扼住了秋天的头 但我们处于水神火热这种 所以只有冰箱公调可以救命的 但是当你把买回来的水果饮料冰棍塞满冰箱 你是否觉得会有些不错呢 你是否尝试过研究它的使用说明书呢 首先小编在这里说一句 我们可能并不会使用冰箱 首先就是什么时候把剩裁放进冰箱 其实是要立马放进冰箱的 当时食物进入冰箱之后 能否快速降温也十分重要 如果塞的太满了 这冷效果就会下降 同样也会带来安全隐患 其次冷冻食物用室温解冻 如今市面上的微波炉几乎都有解冻功能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 很多人都觉得冰水或者是放在室温下解冻 才是最好的方法 这种做法依旧是在绑细菌的嘛 当买了水果就立刻放冰箱 跟多喝热水一样不负责任 很多原本好吃的水果就这样被放坏了 还不太熟的水果放在常温室内中 已经熟透的要马上放进冰箱 实在吃不完还可以洗净切块 放进冷冻汁储存 别有一番风味 看到最后小编还要告诉大家 冰箱的定期清洁储存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一定要找专业人士进行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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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